在蔡英文时代可以超买私烟 到了赖清德来选总统的时候 你们是狂抽私烟吗 超明民进党总统参选员赖清德的爱将 公然带头违法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 选在赖清德登机参选之天 揭发竞选总干事潘孟安 违法西加热烟 新潮流这些大将 显然他们都是隐君子 加热烟根据现在的相关的法令 是不得贩卖的 拿出潘孟安稀释的照片 时间就在今年八月份台北市的一家海鲜店 王宏威指出与会的大多是新潮流府院党言事 而潘孟安就跟几位幕僚 在门口大喇喇吞云吐物 我想请问潘孟安梁文杰 你们的加热烟 你们的丝烟 他的来源是从何而来 都是在协助业者在逃漏税 该罚就罚 好 OK 潘孟安说就照规矩走 台北市卫生局也回应了 将发行请其陈述意见 如确认使用加热烟 则违反烟害防治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 任何人不得使用类烟品 及未经审查通过之加热烟 违规则则一第四十条第三项 处新台币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八环 说过先请潘孟安说明 但从论文争议到西石加热烟议题 潘孟安屡次被点名 影响到的恐怕是选民 对类青德选账观感的问题 TVBS新闻 最终回家协生局小组台北市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6月20日 6月25日 4月80日 9月20日